所谓狗急跳墙 那么路急是跳海吗 这是屏东的肯管处接到通报 说有一只梅花鹿在海里载浮载沉 肯管处赶到现场处理 那么目击民众表示 这个梅花鹿是被野狗追击了 追得被逼跳海 但是梅花鹿的水性并不好 目前下落不明 肯定船繁时的海域 远眺看到了一只动物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仔细一瞧 竟然是一只梅花鹿 他奋力的游啊游 企图要游回岸上 不过就是游不回来 你就叫消防队啊 我叫安伯伯 他本来要游上岸 但游没有可能力气也不够了 然后就被海流带走了 目击的民众相当着急 把画面拍下来 而这只梅花鹿最后疑似体力不支 随着海流被带往外海 消失在民众的面前 肯管处接获报案 也立刻派人搭船前往搜寻 不过公司的人员也透露 找到的几率并不大 被狗抓到沙坦 然后跑到礁石上 热眼的礁石一直走 一直走 我是没有看到 我们掉到海里面的 然后我们先去找的时候 是已经掉到海里了 会啊 我们发现它会 它有一点点 但不是很伤的 目击者指出 梅花鹿是被野狗追 情急之下 从礁石跳海 而五号下午 肯管处总共接到了三起 疑似梅花鹿 被野狗追逐的通宝 一只跑得不知去向 一只因为被追到 跑到了马路的中间 而被车撞死 另外就是这只 落海的梅花鹿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梅花鹿被野狗追 去年三月 一只梅花鹿被咬得片体鳞伤 握在公园的草丛中 后来被民众报警 送到了肯管处 墾丁国家公园 赋予梅花鹿野放设顶公园 有两千头以上 没想到野狗成了生性害羞 梅花鹿的克星 如果不解决 还会有下一只受害 记者张春华评图报道